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黑者公园,我是姚文 今天我们来回顾一部经典的老科幻电影 黑客帝国,The Metric 说到这个黑客帝国的上映在1999年 在1999年这个特殊的年份里 发生了几件我生命中比较重要的大事 第一件事呢,就是我在那一年 拥有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台个人电脑 当时还叫586计算机 这第二件事啊,就是那年夏天 广为流传的这个法国预言家 诺查丹玛斯的末日大预言 可以说是非常有名的都市传说吧 整个夏天我们都在津津乐道这个事 也是传的还挺多的 至少我身边的朋友啊 一直都在热议这个事,挺有意思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现在上网搜一搜 这事还挺有名的 这第三件事啊,就更大了 1999年正好是咱们国家的50年大庆 那年的国庆节阅兵,就我这个年龄的人 很多都去参加这个天安门的阅兵仪式了 有这个花队啊,番花啊,什么列队仪式啊 有很多学生都参与了 有幸呢,我也是其中之一 国庆节啊,一下就把这个末日大预言给冲淡了 这一切怪力乱神的东西啊 可以说都在那个时间点上灰飞烟灭 说的有点远了啊 还有一件事儿,也就是咱们今天的这个主题 黑客帝国,也是在99年上映的 来到咱们中国,就在咱们中国这块啊 流传开来 应该已经是2000年左右的事儿了 就是还播号呢嘛 就大家能上网的都很少 我看到这部片还是在他们家看见 他有一个VCD搁在桌子上 然后看着,卧槽这封面太帅了 这是个什么电影 然后那时候都是VCD得看嘛 然后我们特意找了一个时间 坐那踏踏实实给看完 之后看了好几遍 其实这个片当时在美国 就是出现之前大家也都不看好 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觉得是个怪胎 因为并不是名导演 对吧 这俩导演也是俩怪人 就是有多怪 一会我们可以介绍一下 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啊 当我回忆起过去看过的一些科幻电影的时候 我习惯性的是 把它们分成这个黑客帝国之前的一部分 和黑客帝国之后的一部分 黑客帝国就好像一道分水岭一样 带到了另外一个 怎么说不是高度 应该是带到另一个维度的感觉 让我们知道 原来还有一种科幻电影 可以是这么拍 这么玩的 它有一个全新的概念 就是以前的概念都偏硬 可以说 或者说是偏牛鬼蛇神这一类的 而它更加直接 然后它其实一个是概念化更强 高概念片 我觉得一上来看 你能看出来是一个高概念片 另外一个的话 我觉得是拍摄手法 就是对于科幻片来说的话 这拍摄手法 动作片 科幻片 它真的是一个里程碑 我觉得这个片 真的可以说是 集大成的 就是集很多大成一体的 一个难得 而且到现在可能也很难有说的 这不能说没有超过它 但是说在同时代 或者说就是在同时代达到 这个相同量级的是真的没有 因为一般我们会去理解一个动作片 就是没脑子 就是光光怼 对吧 一个哲学片 那就是没视觉 就那框框的讲 但这个是把这两个融于一体 然后呢 电影该有的全有 因为我们之前一直 我始终认为电影是视听艺术 就是哲学层面的东西 最好不要考虑 然后也不是说不要考虑 就是你是事后去考虑的事情 或者故事这些都可以变弱 视听是很重要的 这个片并不是说 我们在哲学层面 在故事层面 有了突破之后 视觉变弱了 而反而视觉变得 比之前的所有片都强 这个是它非常厉害的一个地方 就它当包括特技 不光是 有的时候我们说的视觉 可能是说一个长镜头啊 然后一个拍摄 拍摄的这个场景啊 一个颜色啊 不是 它把技术还加进去了 利用了很多当时都是人想不到的一些新的技术 或甚至一些土办法去解决了 然后 创造了很多所谓的子弹时间啊 然后所谓的这种 360环绕拍摄啊 就是这种在技术层面还有很强的突破 然后最后它的音乐是 对 我是因为音乐知道的这个片 因为我当时还在玩乐队 还在玩乐队呢嘛 然后就有一个哥们 就是就是另外那个玩乐队的那个哥们 现在美国那个哥们就跟我说 说的 你知道有一个片吗 把什么Manson啊 然后Prodigy啊 然后什么那个愤怒机器啊 这些东西啊 全都在一个片子里边给你放 你相信我这么一个片吗 还是一个特别好看的 一个有哲学层面的一个打斗片 我就不相信啊 不相信啊 结果就去看了嘛 就是 真的是这样 所有东西集中在一起 而且 并不乱套 而且运用就是把这个各方面 都发挥到了极致 我看这片的时候还比较 因为比他小几岁嘛 所以的话我还比较年少无知 说句实在话第一遍没看懂 但是就觉得说 哎呀这个视听新的艺术 就从来没有感觉过 说一个动作片给你感觉是这么酷 这是第一次看这个片的时候 后来其实看了几遍 慢慢也明白了 包括他后来出了二 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出二呢 只是知道说这片可能没演完 什么时候再出也不知道 慢慢期待期待 然后看完了二 然后又往后看到三 那个半年之内嘛 然后就看完了 这一系列看下来之后 就真的是我觉得 风为神作吧 开成了 的确像刚才艾文说的 开启了无数个 这个跨时代的里程碑 我们之前讨论的时候 蛋挞也准备了很多东西 对吧 而且之前就是这三个男人 CIS金花和蛋挞 之间也发生了一些赤裸裸的碰撞 穿着衣服的碰撞 所以今天我觉得他们一定有很多话想说 蛋挞这是憋了半天了 是不是 这部电影应该是很多人都看过了 你呢 再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吧 然后也谈一谈你对这部电影的一些体会 好吧 CIS他的感受是一样的 确实第一遍看他说没有看懂 所以我在最开始看的时候 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动作片 但是后来出了二跟三以后 就是很多人说这是一个 你看两遍都不一定能看懂的电影的时候 我才开始 就是以一个成年人的角度 就是同时 因为他主要讲的是 跟这个网络息息相关的事 然后呢 我就是再明白这些网络的一些东西 并甚至于上大学了以后 我再去看 然后我才慢慢能参透里面那些道理 他这里面 我觉得他有几个点特别的好 因为他讲的是在 他其实算是一个那种末世片 就是世界末日那种感觉的片 因为那个在影片一上来 就已经交代了 是这个机器人是强势的 那么人类就是被压缩到一个 很小的空间里去生存 然后人类没有办法 然后为了削弱机器人的能量 然后把天都给毁了 让机器人没有办法摄取太阳能 那么机器人就想了一个变通的方法 那你既然从太阳那儿得到能量 我就从你身上吸取能量 他就把人变成了就跟电池一样的这种东西 然后从人身上去摄取能量 那么故事主要讲的就是这样一支反抗军 他们如何去反抗机器人的统治 然后NEO作为这里面的主角 然后是他们的救世主一样的人物 在这里面 在片子里面一直称他为万 其实就是救世主 那么这个片我当时觉得导演 其实给我们留了很多余地 能让我们看懂 比如说他为什么都是在用电话 就是沟通这两个世界就是矩阵世界和现实世界 主要因为那个时候上网跟CS说的一样 全都是因为通过拨号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宽带去普及 我们所有人用的那个上网方式都是拨号 然后用一张上网卡 然后Modem卡 我记得当时咱们每次拨完号之后 还要听他那个 七八点钟 盲线的时候还不容易连上 还多试几次 那个时候交钱是要交双份钱的 一个是网费 一个是电话费 记得那回 我有一年暑假 上网就是花了一千多万钱 因为他是走 因为是一边走电话费 一边是走网费的 那时候记得咱还经常买什么卡 上网卡 买一张那卡 冲上之后你的上网费就没有了 就先包月了 但是电话费还得交吗 所以这里面就是连接矩阵和现实世界的 靠的就是电话 这个东西 这导演其实也是 我觉得应该给咱留余地了 没有给咱们 让咱们去想太多 才能理解这个东西 你的意思是说 导演用电话这个戒指 去做两个世界中间的这种纽带 是为了让咱们更容易接受 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没有宽带 所以我估计可能导演在这也懒得想 我一直认为那是导演 其实给商业口留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出口 就是有各种的手机植入 在第二步的时候 在第二步的时候发生了这些事 当然第一步的时候还没有 确实是弹塔说的那样 就是电话是 尤其是有线 你会发现他用手机没用 就是因为他最后是能够跟那个 就是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来回穿越 然后他用手机是穿不了的 必须用有线电话 因为当初咱们上网时手机也不能上 确实是跟当时的 咱们现实社会的拨号上网是有关的 为了让用户更容易看懂 那个年代手机信号还是模拟信号的 所以的话 你还没有什么3G 4G 2.5G 什么移动梦网那些都没有 所以就是这样 而且这个片在最开始的时候 我是看了一些介绍 就是说这个片刚开始 我说司机二兄弟 那时候还是兄弟呢 然后他们去找投资的时候 就是资方只给了他们100万 1000万是吗 然后他们就是用这个 对 用这个钱拍了10分钟 然后后来开始追加投资 然后把它变成了一个大片 当时就是为了省钱 那个演员的那个戏服 都用的是特别粗糙的那种 比如情侣的那个魂纺那种 都不是那种纯羊毛的 然后这个片我觉得看完了以后 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 就是它除了在这个概念营造上 就是它让我们知道了 就是互联网这个世界 因为以前的那些科幻电影 好多是外星人入侵为主 甚至于就是说一些大妖怪 对 像弗兰肯斯坦那种的 就是博士搞出来一大妖怪 什么僵尸什么的 但是这个片让我们感觉到了 就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东西 然后是我们自己做的另外一个世界 然后而且这个世界 它有自己的智能 就是它的主体是一些机型 因为我们人就是连接神经元以后 我看了一下 它是就身上有很多空眼 然后你连接上以后 其实它是靠这个神经元去跟那个互联网的世界去互动 就是等于把我们带到一个真实的游戏上 然后最后那些觉醒的人 就是像那个NEO他们 就是这些人 他们就是在这里面 能力就是非常强的人 他们是可以自己控制自己神经元的 其实有点像那个超体 就是超体 吕克贝松不也对大脑有一个解读吗 就是它通过这大脑的意识波也好 还是电波也好 它是可以控制物质的 就更别说那互联网了 我的看法不太一样 就是觉醒的人最后不是可以控制自己的神经元 而是他看透了这个世界的真相 对 因为它最后讲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 就是人类 就刚才但它已经大概介绍了背景 就是这个人类把天都挡上了 没有太阳能了 机器最后用人做电池 然后去吸收人的能量 但是呢 让这些人得一直能活下去 他们需要意念 他们需要这个意识 那怎么办 就是给他们做了一个虚拟的世界 就每个人相当于参加了一个网络游戏 而且是直接你接入的你的这个大脑神经元 你的五感全部都是真实的 然后包括你在虚拟世界里死 你也会在真实世界死 因为你在虚拟世界里边受到极度创伤 你的大脑会认为你死掉了 所以你的身 你的那个肉身也会死 就是这就跟我们的所一般的网络游戏就不一样了 咱们网络游戏里死了 咱们真人没事 所以他这个是都是互联的 他讲的就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世界 就是这帮机器人塑造的这个世界 为什么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 为什么要塑造这个世界 这是人类 就是从机器人角度讲 这是人类最鼎盛的时代 AI发生之前 就是在产生AI之前 你会发现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 感觉离AI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为什么要定这个时代 就是给人类一个美好的梦 这个时代是人类最美好的时候 一旦AI诞生 人类就开始消亡 然后AI会战胜人类等等 这些就会出现了 所以他把这个故事定义在99年 然后这个AI出现 马上就要出现的时候 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 那这个时代里边 1%的人会 总会感觉这个世界不真实 其实就是所谓的西方那种什么存在主义 因为这个片很有意思的 就是其实这套理论 就存在主义理论 是不是我们是活着的 就从庄子那会儿 就是庄州梦迭 其实就是这一套 我是蝴蝶 做了个梦里边的庄子 还是我庄子做了个梦 是个蝴蝶 到底谁存在 他就讨论这种问题 但是之前在没有电脑的时候 没有科技的时候 感觉你在有点胡扯 有点胡扯 但一旦有了电脑 有了神经元 有了这种虚拟网络世界出现的时候 你会发现 好像真的可以做到 很真实的这种感受 所以这个片实际上 在讨论一个 很深层次的哲学问题 那就是最后是有一个 叫莫菲斯的一个人 老黑 他就是来去找 一个主人公 尿 这个黑客 就说 你可以看到真实世界 或者你选择留下 给他两个样 往他选 他就选择去看真实世界 然后他就在 一个罐 他就在一个罐里 红色吧 应该是 他就在一个罐里边 醒过来 然后寄起章鱼去弄他 然后最后是 这帮激励反抗组织 把他给救过来 结果他发现 他活在 就是一个特别 已经完全 末世 就完全废掉的世界 这个世界完全废掉了 然后他活在 那么一个世界 然后就会把他 就说他可能是救世主 就让他去上船 就是他可以通过 他那个机器 重新回到母体 重新回到母体之后 就是 关键的点就来了 就是母体的世界 是数码世界 是虚假的 那 莫菲斯问了 他一个问题 因为他开始 跟莫菲斯去打斗 就是可以输入很多技能 就是因为你说 大脑里都是记忆 我说你会武术 你就会武术 就会学了好多武术 就跟莫菲斯 就跟莫菲斯打 打不过 然后莫菲斯问他一个问题 你觉得你需要呼吸吗 你现在呼吸的是 真正的空气吗 因为他在虚拟世界里 你的真实世界的人 在呼吸空气 你的虚拟世界里的人 没有呼吸空气 所以你现在在这个世界里边 玩命的喘气 对你真的有帮助吗 就是他就是在考虑 什么东西是存在的 包括其实这里边 我觉得最厉害的一点 也是他里边 一直用的一个梗 就是后来你又去找先知 因为说他是救世主 然后去先知那 看他是不是救世主 在先知门口 有一个小孩 拿着一个勺子 然后那个勺子会自动弯 其实这个就是 我们小时候那些 怪力乱神的那种 伪奇功大师 经常玩的手段 那个我后来也学会 怎么办了 但是在这个片里边 他是说是真的有超能力 然后勺子就弯掉了 然后你要看了之后 就会觉得很神奇 就问他 你怎么做到 让勺子弯的 就那小孩回答了 我觉得这篇特别核心的 一个问题 就是汤石 他管叫汤石 就翻译就是勺子 汤石是不是真的存在 不是勺子弯 是你自己弯了 对 就是汤石是不存在的 就是汤石 这个勺子是不存在 就问你这个问题 这个勺子是不是真的存在 如果它不存在的话 你看到的东西 它弯了 只是你看到它弯 而不是真的弯 包括到最后 尼尔就是发大招之前 就是一句话 汤石不存在 就是 它并不是让自己的 神经元变强 所以它现实世界里边 并没有那么强的能力 当然到第二集 再说第二集的剧情 就是第一集里边 它现实社会 没有弃强能力 它只有在那个世界 是可以变得很厉害 为什么 因为它知道那些东西 都是虚假的了 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没交代它的背景 它叫Mr.Anderson 它是一个上市大公司的 一个程序员 所以它本来 它还是一个特别 懂电脑的一个 极深的一个黑客 一直在用网络犯罪 这种事情 所以当那小孩 跟他说这件事的时候 当他知道说这个母体 其实就是一大堆代码的时候 他就已经能感知到说 其实我作为一个程序员 我是可以改变他的 这是一个程序员 拯救世界的故事 我觉得这里还有一个 探讨了一个 特别深刻的问题 就是我觉得 他去见先知的时候 这先知好像提出了 一个哲学上的终极问题 就是他问先知 他说 你应该知道 我来是做什么的 先知说是 然后就问他问题 他说你应该知道 我怎么回答 先知说 那我也知道 他说那既然你知道 你为什么要问我 就是让我第一反应 就是我是谁 我从哪来 要到哪里去 要干什么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就是咱们之前有期节目 就说有一个人选择 愿意在虚拟世界生活 他说因为我知道 这牛排是假的 但是我吃到嘴里 我认为它是香的 然后他在这个后面 他又说了一句话 他说这个牛排 是不是真的牛排的味道 他说因为机器人 他没吃过牛排 他不知道牛排什么味儿 他 对 因为他通过这个模拟信号 给我的大脑 让我认为吃它是这个味道 但是不是这个肉 或者说这个饭 真的就是这味儿 因为机器人没吃过 对 他们在现实世界 吃的特别苦 因为现实世界 没有什么资源 吃的都是那种 合成的蛋白质 特别难吃 然后他们就抱怨 后来旁边小孩 就跟牛说 你就当这个是鸡肉 他说怎么可能 他说那你想过 真的鸡肉是什么样吗 因为机器人没吃过 对吧 所以这些都是人给你的 就是他提到了很多 这种是否存在 我们所面对的东西 是否是真的 这么一个概念 然后当然这第一集的结尾 就是最后这个Neo 就是看清了世界的真相 知道了汤匙是不存在的 然后就变成了 真正的救世主 然后这个就看一切东西 都是数码 就整个这个世界 可以任它改变 然后就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点上去结束的 然后我觉得结束 是特别酷的 就是他打了一个电话 不是 反正就是在网上 跟人说那个意思 就是你应该告诉你们真相 那选择在哪 反正是你们 因为整个片都在讲那选择 然后就是比较酷的是结尾 结尾的时候 他就飞走了 然后马上就是 应该是奋动机器的 那个Wake Up 就对吧 就是醒来 就是觉醒 结尾是比较酷的 而且尤其是结尾配的那首歌 就是Wake Up 然后我是觉得 这是我看的那些电影里边 比较不错的 这么一个结尾的方式 这是第一集结尾 我记得那会儿 我们看完之后 就是感觉炸裂 刚才也说了 从音乐 包括这里边 特意提到 他用了很多中国的功夫 他的武术 总导演好像 袁和平 对对对 他们特意请了 袁和平来 就是把这个 子弹 枪 然后这个日本武术 中国武术 然后全部都给揉到一起 然后一种新的拍摄手法 会从来没有这么展示过 这个我觉得是 把中国武术 带入好莱坞的一块 这个基石 基石的这么一个作品 那个李小龙是演员的身份吗 然后袁和平是武术之党 是这样 就是李小龙是奠定了老一代的武术 而且那些东西最后没有融入好莱坞 他们很崇拜李小龙 但是你没有看过外国人用李小龙那套打架 都是李小龙去打外国人 但是就是从这之后 就是他们融入了 开始融入了很多 中国武术功夫 让外国人史 就是老外史 中国武术 再加上摇滚乐 就是这是一个很碰撞的东西 因为那几年还出了凯蒙蒙地亚资演的那个叫什么查理的霹雳天使 那个也是对吧 就做基特情况 虽然那片特别傻 但是他那个打斗动作 中国武术加Corn的那个摇滚乐 就是特别的酷 在那个年代来看 所以就是 这种方式是海克底国开创的 霹雳天使也是袁和平做的武术之党 我这里面就特意查了一样 进入好莱坞的 除了袁和平以外还有一些 就包括像袁奎他们 香港电影那会儿就是程孝东嘛 然后他们的主要区别 我就两句话带过 这个袁和平的导演 他的武术特点就是转 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转的这个动作 就是完全就贯穿在这个电影里 然后像那个袁奎他们有点像那个回合制的 就是你看程孝东 你看大话西游对吧 就是两个人在那跳舞对吧 各跳各的 然后回合制的 你来一波 我挡住 然后我再打你一波 就是这个袁和平跟他最大的不同 就是袁和平虽然 他有很多违反这个牛二定律的这些动作 但是他有很多就是像借力打力这种 就是比较实 对比较实际的这种动作 程孝东那个就有点像杨春白雪 这个就是很实用性 然后袁和平就是把这种中国功夫 带入到了这个好莱坞的世界 让大家认可 接下来马上就是袁和平又倒了 就是又做了一个武术指导 就是卧库藏龙 就直接就获奖了嘛 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基石 他除了跟这个中国的功夫有碰撞以外 这导演本身就是漫画的迷地 他有很多的梗 就是包括分镜 然后很多动作全都是来自于日曼 他说那个袁和平其实特别喜欢日曼 其实这个两个导演就是沃卓斯基兄弟 这个之前还是兄弟 然后后来变成了这个姐弟 后来现在变成了这个姐妹 这两个导演也非常喜欢日曼 漫画很明显这个故事是跟那个功课 特工队相关 因为这个基本上是受功课影响的 就因为未来 因为功课明年就要上了嘛 所以这集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发 就是17年功课就快上了 所以我们待会可能也会再去专门介绍功课 因为功课其实就是一种被日本变形过的 叫赛博朋克的一种变形 那个我听有一个老师讲 就是说他还有赛博 但没有朋克了 因为都变成公安了 变成政府军了 但是又回到了老美这一套 还是又回 也是赛博朋克 就还是要跟政府对着干嘛 就是非常受功课的影响 他的打斗动作里边 就是他的机械感的那些东西 是受功课影响 然后他的很多打斗动作 其实我个人感觉 受龙珠影响特别严重 就是尤其到3的时候 那个史密斯大战Neo的时候 你感觉就是贝基塔大战孙悟空 很多打斗动作 都是能够看出那个感觉来的 包括他们那个莫菲斯在2的时候 车上那场大战 有点感觉 我有点感觉像是动画版的 那个人造人18号 人造人18号跟贝基塔 在一场公路上的一场战斗 就是有很强一种 对这个动漫的这种吸取 这应该也是之前电影不怎么干的 因为他们好像看不太上漫画的感觉 但是他这东西摄取过来了 因为据说这个也是 他们先画了600多页漫画 这俩导演 先画600多页漫画 他们俩最早其实是在漫威工作的 对他们俩在漫威工作了几年 然后出来之后自己画了这套漫画 然后又慢慢的把它变成剧本 这俩人的身份也特别逗 一个是木匠 一个是游工 两个人其实都不是干导演出身的 然后后来两个人画漫画 然后先小有名气 然后又慢慢的 其实转到了导演这个行业 美国这个 美国也没一个正经能教导演的地儿是吧 你看不是开卡车的 就是当衣裳的 就是当木匠的 然后做玩偶的 就没有正经说哪个是美国导演学 导演什么学校毕业的 就没有 其实就是我们看完一 就是觉得当时已经觉得特别棒了 但是我以为就结束了 我以为一就完了 但是后来有一些说法是说 其实这个剧本没完 一只是一部分 然后后边还有 当时我觉得是假的 但是没想到很快就放出消息 这晚上还有二跟三 然后最逗的是 不仅仅放了有二和三 我记得当时你还跟我讲了 说二和三的那个先行剧透的剧本 也先都出来了 那个剧本 不知道真假了 那是网上去透露的 是三的剧本 大家演完二之后 透露了一部分三的剧本 当然跟后来我们看到的三的剧本 还不太一样 然后 但是就是说吧 就是我们当时觉得一就结束了 然后已经是讨论了很多中继问题了 但是没有想到二的出现就更炸裂 因为我记得特清楚的是 当时我去 那个二已经是引进了 二已经是引进了 然后我记得当时我去二电影院看的时候 是周围是 就不认识的人啊 就一直在给女朋友 讲 这个怎么回事 这个怎么回事 然后讲的特别呆气 然后讲到一半之后 就出现了那个 你有在现实世界控制章鱼的场景 然后 哑巴了 那男的就不会说话了 那女的 为什么他可以这样 就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所以就二的剧情 其实好多人不喜欢海客帝国二 但是从我个人来讲 我是这三部里边 我最喜欢海客帝国二 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 不仅最喜欢二 刚才你说的那个镜头 就是我最喜欢的镜头 就是那个控制章鱼 那个是吗 对就在那之前 就是其实Neo有一个镜头是 他说我能感知到他们 因为那个时候 他刚跟那个 先知他们都聊完天嘛 二已经Neo变成救治主 这个角色了 然后呢 他从一开始 一直在做一个梦 就是他已经知道了 Trinity会去遇难 然后他需要面临一个选择 去救他 还是拯救世界 这个时候他也 剧中去遇见了 无数的这种新的角色 包括先知 包括建筑建师 然后包括那个法国人 等等各种各样的 但是他其实最后 在命运的时候 还是选择了 相信爱情这件事情 但是相信爱情的同时呢 他其实就激发了 自己的一个潜能 他因为跟那个架构师 就叫程序员的 他应该怎么称呼 总设计师 Matrix的总设计师 对总设计师 就是构框架吧 跟他聊完之后的话 他其实发现自己 不仅仅在那里边 在那个母体的世界里边 是一个虚拟世界 有可能在外边 它也是个虚拟世界 片里边没有说过 外边是虚拟世界 这一会我们可以 深入的讨论一下 因为这个是在网上 争论最多的 就是他们逃出来的 这个世界 到底是真实世界 还是虚拟世界 没有定论 在P2里边 也没有明确的定论 但是2里边 确实就是说 提到了就是 这个Neo可以开始 在现实世界发大招了 对 Neo就可以在这个 现实世界 去控制所有的机器了 这是很厉害的 这应该我记得 是那集的结尾 把它控制完之后 就晕倒了 对 然后就晕倒了 然后就 就突皮肯迪牛了 是吧 没没没 它晕倒之后 还有一个更牛逼的镜头 就是一个是这个镜头 特喜欢 还有一个就是 Anderson 不是Anderson 史密斯接电话 史密斯接电话 是在一开始 是在剧情一开始 史密斯接电话 结尾是 那个说到这个人了 说那个 我们还有一个成员 活下来了 然后最后躺在 那个Neo的 那个头对头 躺着的 就是那个 从 因为在1里边 有一个 他有一个 那个电脑特工 叫史密斯 他是穿越到了 现实时代 是世界 对 他其实 这些特工也特别逗 他们只是程序 他们是没有肉体的 但是他们就是 来到了 Neo他们 在活的这个 就机械世界吧 我们管他暂且叫 到达这个世界 不是母体 那个世界之后的话 他获得了肉体 就这个 这块 他最后做的结尾 然后想起的 又是Radio Gaze Machine 对 然后那个 其实就是 史密斯穿越到 现实社会 也挺逗的 是有一个细节 他一直藏在一个地儿 拿刀拉自己的手 对 因为他以前是没有疼痛感 因为他以前没有疼痛感 他现在已经有身体了 他可以感受疼痛了 太爽了 就是这样 因为后来会发现 那个人身上 有不停的自残的刀 就是这个细节 并不会推动剧情 但是可以把 史密斯这个人物性格 塑造的这个程序 它是一个程序 定义这个 电脑头工都是程序 这个程序会塑造的 非常的到位 就是他最后 怎么演变成了一个病毒 就是他坏掉了 他是一个病毒 他开始是一个杀毒人间 所以我们会讲 他为什么成为这样 这也有好多猜测 然后那个 就是在一里边 这个人说过一句话 就这个史密斯 所以就开始我会 好多人认为 二是狗鬼虚雕 就是跟一没联系 其实你要细看的话 你会发现 一里边已经给二买梗了 这个一里边 有一段就没交代 因为我看一的时候 以为是很完整 但实际有几个扣 没有交代 就是史密斯这个人物 就是在一里边 就是有些电脑特工 然后是受这个主体控制 专门来杀这个反抗军的 在这个主体世界 母体世界里边 但是有一个人 最后他把那个莫菲斯 抓住之后 就让别人都滚蛋 就让他两个手下走了 然后他跟莫菲斯就说 说的 我跟你一样 我想离开这块 我觉得这块特别的肮脏 我就不想在母体待着 我想逃出去 我觉得那样才是自由 就发现一个程序 他在追求自由 但是那一集结尾很简单 你又就给他打败了 就你会 而且你会发现 这个角色是个明星 因为 对啊 这个是我们的精灵王 对啊 他算是个 当时不是大明星 但他是一个 跟另外两个角色 不一样的一个 就另外两个是路人甲蚁 就是三个电脑特工 然后那两个路人甲蚁 而他是不一样 所以可见 这个人物在拍一的时候 就已经预见到了 还有二三的剧情 所以在二里边 这个人就觉醒了 这个机器就是 被尼佑穿身之后 被尼佑干死之后 复活了 然后他也获得了 一部分尼佑的这个程序 所以在二里边 其实也提到了 尼佑是被电脑人造出来的 就他并不是一个 真的人类觉醒 这么简单 就产生了一个宿命论 就是最后尼佑在几经周折 见到了整个这个母体的设计师 他也是个程序 后来他首先 他发现了 先知是个程序 就是在第一集指引 他的那个先知 并不是一个 以人类 什么 一个人类的先知 他他妈是个程序 他是一个电脑 我一直觉得他特别像一个 就是电脑里边 那个搜索功能 就什么都知道 然后那个 就是必应 还没有到互联网那个级别 就是Windows里边那搜索 然后呢 那构建师呢 就特别像那个时候的DOS 或者像那个Windows那种感觉 C++ 好 然后 然后就会 你会发现 先知是个程序 先知在玩这帮人 对 就当时第二集 我就会有一个感觉 就是先知把所有人都玩了 然后呢 最后逼着Neo去见这个程序 就是这个设计师 然后设计师就提到了 我们俩都是程序 我相当于万物之父 他是万物之母 我给人生命 他给人感情 大概这么一感觉吧 然后设计师就说了 就说你作为救世主 是我们诚心写的 并不是你自己的觉醒 而且前边已经有六次了 应该是六次吧 前边已经有六次了 每次都是要有一个人觉醒 然后他去收拾一些残局 然后最后回到 整个的代码之源 然后就是把自己进行升级 然后跟这个母体合并 然后就相当于升级了一次病毒库 对 就是相当于整个母体的一个升级 然后他在演 他在把这个整个母体升级之后的话 所有人其实活在了一个 又是99年 回到这个时间点 然后重新再活一遍 对对对 差不多是这意思吧 然后呢 但是这次选择的时候 你要做出了跟前次六次 不一样的选择 他为了爱情 就是说人类可以灭亡 关我但是 我为了爱情 我要去救我 那个特别丑的女朋友 那个太丑了 我觉得就还有一个镜头 是我最难忘的 就是二的开场镜头 我们看到了 跟湖兰一样的角色 然后再下坠 那个发型 我都醉了 你湖兰是吗 对 就是 对就是这个 这个反正是 二里边 而且二里边还提到了 一个新加入的角色 就是那个叫 什么什么法国人 对 病毒兄弟老大 法国 法国人 其实那个病毒兄弟 那俩真不是病毒 那俩是两个过期程序 真正的病毒是史密斯 但是当时中国是把那个白毛兄弟 翻译成病毒 病毒兄弟 那个因为病毒的最大特点 是能够复制 能够无限复制 而这里边最终是那个特工史密斯 开始无限复制自己 相当于你 你为什么把它 我觉得大家其实特别好理解 你当中了木马之后 我觉得它是木马 一个是自我的无限复制 再有一个就是占那个系统缓存 占的实在太严重了 对对对 然后呢 再先说这个法国人 就是有一个法国人 然后已经出现了这片里 唯一的一个看着比较漂亮的女人 就是那个 莫妮卡贝鲁奇 对对对 好歹看了她呛一个女人嘛 所以其实我觉得全片最好看的 是那小哥做那红衣女 就他们做那个training program的时候 那又不是主角 所以说一下 这个片哪都好 就是女主角都长得有点怪 就就所有的女性角色都不是那么漂亮 男性都帅帅的 怪怪的 就女的太寒 后来考虑到两个导演的这个变性的这个经历 基本也懂 基本也懂了 基本也懂了 就你感觉你要跟training在一起 是不是两个男人 然后就说到这个法国人 这法国人是个什么人 法国人是据说是一个这套系统里最老的程序 她是上一代或者上几代matrix留下来的几个垃圾文件 算是 对对对 就是她号称见过每一代救世主 每代救世主最终都会找到她 然后她是一个过期程序 但是没有被删掉 藏起来了 然后呢 她就专门收留各种过期程序 就是这些程序 就像那个 她叫回收站 我现在懂了 对对对 有点有点像 其实也不是回收站 她相当于一个文件件是不想要的程序 就先割到那个文件件 对隐藏了 对还真是 就弹塔说的 她是个隐藏文件件 然后先都是割到那个隐藏文件件里 所以那些人都会去她那 她手里有一票这种程序 而且都是怪人 就是每一个都身怀绝技 然后其实都跟Neo一样 因为我们知道那里面 像Neo这群人 他们是有一个能力飞檐走壁 然后子弹时间 然后动不动就是脚冲着房顶 走来走去 那里面所有的人 他的手下都是这个样子 对而且就是他最厉害的 就是那两个白毛兄弟 有两个白毛双毛胎 我就可以他们虚化 就可以穿越任何实体 就很酷 最后 其实整个那片 我觉得视觉打到最好看的 是那场公路追杀戏 那场十几分钟的公路追杀戏 花掉6500万美金 这个整个片 三分之二钱全在这 而且那条路 是他们自己盖出来的 没有 那条路是不存在的 是升剑出来的 那条路 但是真的 其实说实话 就是这个片 你尤其是看到第二部一上来 他用了好多全息的拍摄手法 其实当年的技术是有限的 那些手法 你现在看有点愣 他这个手法是升级的 他第一部是子弹时间 那子弹时间怎么拍 120部尼康 分散在不同角度 对 这个叫子弹时间 第二部 他的就是技术升级 叫动态捕捉 因为你想这两部片 一个是03 一个是99 就相隔四年吧 然后他这个技术升级以后 变成动态捕捉 方便什么 就是你看二里面 不是有一堆史密斯吗 其实那个史密斯 他不是每次都过一遍摄像机 然后贴到后面 他就是演了那么两三遍 然后他这个动态捕捉 是从各个不同角度 去收集他的动作以后 方便让剪辑师去剪辑 就是他 比如说他拍100个史密斯 你要正常拍过100遍吧 他可能就拍个七八遍就可以了 他完全是通过这种全方位的 这个相机剪辑出来的 但我说什么 就是当时那个 你现在拿回来翻回来看 那个技术比现在差远了 就没法跟漫威的 那些超级英雄比 但是呢 就是公路那场戏 可能公路那场戏 用的这个技术少是怎么 公路那场戏 现在你看 我估计依然是 你拿到现在放来 依然是非常的 算是视觉特效 做的很好的了 主要是那些武术打斗 然后那些想法很厉害 你想一个可以虚化 就是你拿刀啪一捅 他那人扑一下 就变成雾了 然后雾又能回来 然后就不是他 不是说这些病毒兄弟 跟这个反抗人类的打 是三方打 还有那帮那个 电脑特工打 电脑特工会夺子弹 我说电脑特工速度快 会夺子弹 他还跟白猫兄弟打 然后还在整个公路上面 战斗用50招什么的 就是 罗罗斯兄弟就很厉害 就在这儿 你从哲学层面讲也很厉害 你从故事叙事也很厉害 你就打到场面 然后打到场面 是有想法的打到场面 不是说简单的 两个人就开始光光怼 是有很多想法 怎么让这个人有什么能力 那种能力去这种对战 视觉效果会更漂亮 所以那段戏就是非常酷 但那段戏主要是在保护一个 另一个程序 那个程序就是叫钥匙 钥匙师 就是钥匙人 就是他是专门能做后门的 他那个钥匙同哪儿 就可以进入每个程序的后门 就是这个 这keymaker 它是一拨壳器 就是有很多程序的那个后台 都能通过它剥离 对 就是你其实从看到2的时候 包括最后见到设计师 其实就基本能重新去理解 一你就会发现这个故事 就是一台电脑 就是一个互联网 它里边就出现了什么问题 这个1跟2的衔接 其实是把这个故事弄得更丰满 就是2出现了很多 一没有提到的东西 一准而交代世界观 然后2里面就像刚才说的 那个史密斯 他从一个沙都软件 自己变成病毒 就是因为他在1里面 被这个neo破坏了 然后导致他的这个文件碎片 可能会变成病毒 然后这里面有一特别有意思的事 就是他把程序做出了人性 比如说这个程序过期了 要把它删了 他能跑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 你想史密斯 他本身是一个程序 他就算是病毒 他也是程序 那么这个程序 他能够跟人的这个神经元接入 而且他 你想他到那个 就是西恩这个世界里面 他能够以人的这个形态生存 就说明电子信号 已经能变成意识了 就是这个意识的这个由来 是不是也通过这电信号来的 我觉得这里面都交代了 其实就是包括 因为先说到三 就是俩人最后打决战 最后就是那个 在刚才说的西安城 就是现实世界的 这么一个人类的主城 然后已经遭到了这个机器 现实世界机器的玩命进攻 马上就要毁灭 然后最后这个 NEO 没办法 最后NEO是跑到了 这个机器大地的面前 就是整个机器的控制者面前 就跟他说 就是说 你也快完蛋了 你知道吗 因为那个史密斯病毒 基本上已经把全 Metrix全都复制成自己了 你已经中了大木马了 现在我是一杀毒软件 我可以替你杀这毒 但我就跟你有一个要求 你把我这个同类都给我留下来 别杀他们 最后达成一个协议 然后就停止进攻 然后他进入这个主体 把这个史密斯杀死 对吧 然后但是 就是其实到这块 这个 你就会发现 其实NEO 就他本身也是一个程序感觉 就是就就牵扯出一个问题来 就是刚才那个 蛋挞说这个问题 就是史密斯为什么能穿过来 NEO为什么能在现实控制章鱼 到底西安城是真实的 还是虚拟的 就是就是 我们以为我们逃到了现实世界 现实世界到底是真实的 还是虚拟的 现在反正在网上 一直是有两派 就是都互相的打不下来 NEO其实代表的是 人类的一种中心进化 我们知道这个人脑 全都是由这个电信号 来处理所有信息的 那在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其实一直是 就是神经元 是用电来去沟通的 那其实电脑本身 也是用这个电信号 其实它只不过是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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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精致 那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这两者绝对是可以互通的 NEO这个中极的进化 其实就是它读懂了 这个010101 它不用翻译了 不用电脑显示屏 再去给我翻译这件事了 我直接就能看懂 那这个其实代表了 人类的一个中极进化 所以它能在这个 就是现实世界去控制章鱼 变成了一个大的人体 你先说是WiFi也好 因为好多人说 那个后来它变成WiFi了 就是它后来就感觉自己变成 就有一方说法 就是说既然世界是现实的 就是说最后 你要变成WiFi了 它可以不用那个插管的 就可以直接连入到这个母体世界 这个是就是说 西安世界是现实的 那一派的说法 就为什么 NEO可以在现实世界 控制机器章鱼 对吧 反正这是一派吧 但是我一直还是认为 也不能说咬死了 是啊 但就是说至少是可以提出思考的 就西安这个城 可能也是虚拟世界 我是后来又看的时候 构建师那个框架 他其实讲过 这里边我们已经经历六次了 西安城是注定要被毁灭的 而且我已经毁灭它六次了 然后最后就是如把它救了而已 那你到底怎么去选择 他当然也说过 类似于这样的话 所以让你考虑说 这两边世界 可能都不是真实的 就是 当然也有说 就是说 它是通过物理层面 去毁灭西安城 但是我总觉得 就是我这么理解 就是西安就相当于垃圾箱 就是这些动物 我都给堆到里边 但不是彻底删除 然后呢 其实外边那个世界 可能跟西安是一样的 它只是先有一层保护 然后让它一堆就是 因为它意思是说 你反抗的人越来越多 都到了西安城 就会影响整个主体世界 因为主体世界 就会有更多的人觉醒 对吧 所以我要一直控制 西安城的数量 但是也可以彻底灭掉它 但是它又觉得 可能彻底灭掉了 就这帮人会不会 我的理解就真觉醒 就真的会跟机器对抗 我给你先塑造一层梦 就这层梦是有一个保护 就跟回收战似的 我觉得不像回收战 我终于知道想象 像隔离箱 就是我先给你隔离了 然后我再升级我的病毒库 用NEO 然后去升级病毒库 升级病毒库之后的话 我这又变成了一个全新 更牛逼的 我变成WXP了 我变成 是不是变成 更高级的了 反正就是 有这么一种说法 我觉得 就是我是比较赞成 那个西安城 这个城市真实存在的 就我认为 这个是现实世界 首先这个机器人 他的智能 应该是挺高的了 在这里面 他能够想到这么多套路去玩人 我觉得他没必要脱了裤子放屁 就是比如说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 在那个西安城 存在这个世界里 人是作为电池 生存下来的 因为你想他给他泡了 都是那个什么水摩拉斯 还是吧 做退休都知道 就是泡了那池子里 然后他给他接入管道 吸取他们的能量 然后如果说 就是在这个 都是一个虚拟的世界 那么他们为了构建 这个虚拟世界 一定是有目的 这个目的 其实就是为了稳住人类 就不让他们逃跑 那么如果说 这个是假的 还有一层真实世界 其实他为的是维稳 就是维护最外边 那个真实世界 那部分人的思想 我觉得这没有必要 他这不就是制衡吗 我跟你讲 就是因为 我看过另外一个 就是说当初三时候 临出之前 有人披露过 说三可能 因为确实三的剧本 被泄露过 这个是真的 但是泄露剧本 到底什么样 不知道 所以有很多网上 很多假文 但我至少看过一篇 我觉得写的 还比较有意思的是什么 就是当机器人 把所有人类 都关到笼子里的时候 机器人无聊了 他们是AI 你会发现在剧情里 机器人 就是那堆AI 是有感情的 他们要保护自己的小女儿 然后史密斯要获得自由 这并不是一个个别现象 是机器人都有这种现象 所以他们 当没有人类的时候 会很无聊 而且世界全部都毁灭 黑暗了 他们会闲得没事干 因为之前 其实你会发现 那个世界 就如果人类 全部都是进了罐子的话 那个世界 对机器人来讲 是一个完美世界 机器人在第一集的时候 就讲了 就是Metrix 建立的第一个世界 是一个对于人类来讲 全部完美的世界 但人类会莫名其妙的死亡 就人类必须经历痛苦 必须经历抗争 然后他才能爽 所以机器人如果有了智力体的话 他们也不爽 当人类全死 就全死 他们也不爽 他们也要进一个虚拟世界 然后他们要进一个虚拟世界 然后跟西安城打 然后你能 我还有这种掌控感 我还能赢 就有这么一套理论 毕竟是AI 他也是 毕竟是AI 他其实还是偏向于像人类 因为毕竟是人建的AI 而不是说他自我产生了意识 或者怎么样 所以他带有很多人类本身的特质在里边 所以我觉得西安城的存在 它就是一个制衡 控制一下人类数量 然后同时又制衡机型的无聊程度 但是接下来我又想了一个问题 就像刚才CIS也提到了 就是这个AI是人建立的 那么他这个AI的形成 是因为建立了诸多种可能的条件反射 比如说我答应一圈 你可能有以下几个观点 第一个就是我跟你开玩笑的 第二个就是你惹我生气了 那么就是人的话 会根据以往的这些经历去判断 你打我这圈到底什么意思 但是机器人是把所有情况都输进去以后 他通过一个什么条件去选 还是他真的能由内而外的去产生这种感受 现在就是基本片里讲的 就是由内而外能产生了 我觉得因为就是主要是 你想第二集出现了一个印度小孩的问题 就那个Sadi 是吧 他那种孩子能造彩虹 他而且我觉得 但是你说他是那个 他爸想保护他 就是那个是个印度裔 还是巴迪斯坦裔 反正他俩也关系挺好的 我不知道 然后但是我老觉得 是想删除这小女孩的话 有点像这个两个文件关联 你当下删文件的时候 他删不了你知道吗 所以他要跑就得一块跑 文件关联也能想出来 就服了你们了 我也经常你删文件的时候 告诉说此文件正在被某些程序转用 然后不得删除 我都很着急 我就用什么软件给他粉碎 不过就说一来 就是应该 我最后看到了我的观点 我说下我观点 就是最后 其实现在那个Metrix主体里的程序 已经有感情了 但是不完善 而这次升级 实际上完全是先知玩的一个花活 就是先知并不是一个 真正帮助人类的人 我们不管先不讨论先知 是否真实存在了 就是先说这个 就是这个先知 它是在也是帮助机器 你想他最后是让Neo去升这个机 但是前几代的救世主 是不具有感情的 在爱情和全人类的面前 他们选择了全人类 是缺乏感情的 他们需要去塑造一个东西 然后让这个有感情的这套体系 进入到主体 然后让这个母体去升级 整个机器人的感情 这是这样的 包括史密斯有可能是先知搞的 因为最终你会发现 两个人大决战之后 史密斯死了 然后史密斯死了之后 躺在被史密斯 就是史密斯最后躺的那个地方 是先知起来了 对吧 而且先知 包括史密斯去找先知的时候 也说过 就是你不是先知吗 你还不知道我找着你 先知很坦然 就是 当然知道 对 而且最后包括那个 史密斯跟你有打打打 就开始说 我也都看到过这些场景 说了说 突然说 我为什么要说这些话 就你会发现 其实他被先知控制了 其实不是他 我们之前说那个 就是两个世界 都是在一个程序里边的 就是有一个是现实世界的 其实是说 史密斯在打败了Oracle 你说这名也特怪 人家Oracle 甲骨文 人家特别著名的 数据库 数据库 那就是一个数据库 就是讲数据库升级的问题 这回要加入感情 打败他的时候 然后其实获得了一个 更高的系统权限 他就获得了系统权限之后的话 然后他才能 其实感知到一切了 然后就因为 他已经Oracle 先知是知道所有事情了 获得更高权限之后 他才变成了病毒 就是那个时候 之前已经成为病毒 那会还小 没那么高级 他没有权限的 但是就有一种说法 可能都是先知搞的鬼 而且到最后的时候 先知跟设计师两个人 有一段对话 就大结尾 最后世界被重构了 然后设计师 设计师上来 就是一句话 就是你玩的有点太危险了 对啊 你玩火呀 你这属于 你会发现这一套 这一些都是在先知的控制之内的 就是我后来是感觉 就是先知是为了升级这个病毒库 然后搞的这一套 然后背着设计师 在尼奥的程序里边 把感情去加进去了 然后塑造了史密斯这个形象 然后让史密斯最后能去制衡 如果没有史密斯 人类就完蛋了 对吧 如果没有史密斯这个病毒 那么主体世界是 母体世界是好的 那尼奥这整个人类会毁灭 所以两边都是他在去控制 所以可能我感觉 就是先知在控制一切 所以再回来再说到 仙城是不是 真实世界的这个问题 其实有时候你想 他是不是真的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个片演完了 我们在考虑这个问题 这是他有意思的地方 就跟盗梦空间最后 完了那个陀螺 到底是停了还是转了 他不告诉你 但是就让你考虑 这才是这个片 到最后有意思的地方 所以就是我报个观点是什么 就是说西安城是真的也好 说西安城是假的也好 也别互相讽刺 因为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西安城是假的吧 这都是那个什么导演 就是这么搞的话 就没有意义 我倒不觉得没意义 就是有个讨论 其实反而更好 就到底我们活的是真实世界 还是虚拟世界 就会更深一层 我是这么看 电影这件事情 都是导演顿着你玩的 玩完之后的话 你爱咋咋地 人家才不管呢 导演 导演就是导演 一个就是先知 一个就是设计师 两个姐妹 但是那个先知 最后从一个数据库 变成了电脑管家 某某电脑管家 他能 对吧 你想如果 他能杀毒 能干什么 对啊 如果这一切 都是先知控制的情况下 他等于现在 已经是电脑的主人了 对啊 他是一大电脑的主人了 那后边那个 就是用一些小屋贼 组成的那个脸 那到底是什么角色呢 那也是他控制的 就是他的另一个形象 我觉得那个是设计师控制的 就是他跟设计师 是一公一母 那是设计师控制的 然后他们两口子 然后他用Neo 是来干架的 史密斯是来制衡他的 他没办法用史密斯 先制衡住这个设计师 然后他再用Neo 就Neo是他的手臂 Neo去来完成这些事 但如果没有史密斯的制衡 Neo是没法去完成这些事的 就大概 你说这怎么 有点像一个权力游戏 那感觉玩权术了 开始 你回去慢慢琢磨这件事 真的 如果史密斯没有的话 你有他们全玩的 史密斯是这个片里 核心必须出现的 它是一个制衡的元素 但它怎么来的 而且它最后吸收了先知 它最后死了之后 又变回了先知 到底是先知变他 还是他变先知 这跟孙悟空提的问题似的 妖精变菩萨 还是菩萨变妖精 你反正你细细的去琢磨 这个事挺有意思 我们知道这个片子 除了这三部电影之外 其实还出了很多周编 动画其实可以大家讲一下 我觉得动画片比较有意思 在我收藏的那一套 精装 那是红龙的 还是尊宝的 还真忘了 反正第九 带着大盒 然后里边各种的 那个碟里边 然后有两张盘 是专门讲那个animatrix 我最喜欢的那个故事 叫Program 它其实讲的是 一个测试程序 就是剧透啊 就是测试程序 讲的是 武田家 和本多中盛 就是和德川家 两个角色之间的 在这个程序里面的一场打斗 其实是有一个 我们知道这是matrix了 所以它是有一个女孩 然后到了这个世界里边 跟她的一个设定程序 之间的打斗 为了爱也好 或者为了其他也好 片子很短 十分钟 就把这故事讲完了 它其实就是一个测试 这女孩其实最后 即便是在爱 然后那个人跟她说 要回到母体的时候 还是把那个人杀了 那个女主角当时特别帅 其实我当时选了两个名字 因为我还有一故事也特喜欢 有一个叫ash的 就ash 是那个探员的那个故事 然后在这个名字 刚才咱们讲的故事 那女主角的名字 就叫cis 对 然后她就选择了一个女性的名字 叫cis 不不不不 我当时考虑是这样的 那个叫ash 他首先ash 是你光从发音来听的话 它是灰烬的意思 还有的话 我特别怕人家 以后给我起外号 叫ass ass 这就比较讨厌 就是反正这个漫画 不是漫画的 这个动画 它是 其实第一个 就是拍了九个 拍了九个 九个导演 九个风格 第一个是这个3D的 其实你现在来就看 真的有点弱 但是那些后来都是手绘的 那些手绘的非常非常之经典 而且明显能看出来 这个 对 不同画风就明显看出来 受这个日本影响非常严重 而且很多好几个故事 还发生在日本 或者说虚拟世界里的日本 或者真实世界的日本 我们不一一介绍了 一个是刚才你说那个 那个 对那个也是 但是就是刚才你说那个是什么 是画面很美 它是在讨论的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那个 我们到底该选择哪个世界 就是因为是这里边 就是这个 女的她在测试程序 然后等于是她的男朋友 也在测试程序 就是你以为是这样 男程序在测试程序里 就说我已经跟母体聊好了 我要回去 你是不是选择吃这个红药了 就是你是不是不该来这个 现实你选择到底是吃牛排 知道牛排的感觉 还是吃那些特别恶心的维他命 反正就这意思吧 就是你可以选择回到母体等等这些 你已经知道真相是否能退回去 对吧 会是这么一个故事 是在考虑人的选择 因为整个 海克地坡都在讲选择嘛 我说我特喜欢的是那个跑步的 我特喜欢是那个跑步的 因为就是跑步的那个 我觉得那是真神 你知道 你知道因为尼尤是写出来的 就是尼尤虽然是个人 但是他是被设计师认定的 他本身他的代码里边 就是有这个救世主的代码 他是被指定好的 选中的孩子 但是这个跑步是讲的是什么 就上来就说很多人是因为很猜疑 或者说是怀疑 或者说他又很敏感 他会去质疑这个世界 但有另一种人会通过另一种途径 直接看到真相 就是这个跑步的这个人 是一个百米冠军 他最后可以跑到八 就是九秒之内 什么八秒九九 跑进九秒 这个都是人类极限嘛 然后就是特简单 就是讲这人在跑一百米的一个事 在参加一次预赛的时候 就之前就是什么 他爸爸 还有他的这个经纪人 就说你别跑什么的 你一会儿你跑慢点 对你跑慢一点什么的 他说不行 我知道什么最后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 那是最后机会 然后他要去跑 然后一群探员 就是这个跟史密斯似的 探员在周围去观察他 就是他在跑的这个过程当中 最后肌肉真饱了 然后但是依然能跑 眼看到终点的时候 就发现一切东西都是虚假的 一切东西都是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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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就在那个真实的 那个世界里边的那个 那个罐子里边就醒了 就醒了 就是你会发现 这个人是最厉害的 他并不是被指定的先知 但是他完全通过跑得快 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真相 我就是说说什么 就是说像尼尔是会被保留下来的 因为他要去完成使命 但这个人一定会被干死 就因为他跑完这次之后 他就肌肉全部都坏了 然后他坐在轮椅上推出来 然后那个就是那堆探员还说什么 这个人估计已经不行了 就这个时候就在轮椅上 又看到了真相 就突然就能站起来 就肌肉碎了 我能站起来 因为这些都是不存在的 然后就起了一下就又趴下了 应该是被电脑给关掉了 就是会发现 这种人是真正会被删除的人 因为他并不是通过那些怀疑 听过通过西安的人把他救出去 他是真正的真觉醒人 他是通过跑得快 这种突然看到了时间真相 这是最可怕的一类人 他是看到了0101 其实也就说一下 就是我那个玩摇滚那好哥们 对对在美国 他的乐队名其实就是收 其实那个真的对我们这代人 影响很大 他的乐队名就是受 这个亥克帝国的影响 就他就曾经跟我说过 他幻想着 你幻想那会儿都在中国玩乐队 都没什么名气 就幻想有一天 他能够在美国去玩乐队 然后去成名 然后底下都是外国人看 他到那会儿的时候 他相信他看到的 就将不会是人类 而是一堆代码 然后所以他后来乐队就叫01 他现在不是在美国的吗 他还没看到代码呢 他在努力的看到代码 送他一墨镜 送他一墨镜 他可能弹琴手速快到硬程度的时候 就会看见其他人都是代码 对对 你得让人突破极限 那我说一个 就是也是这动画片里的 我说一个前传吧 就是刚一上来 他们也介绍了 就是这个人在毁灭之前的一些事 就是人在一个最美好的时代 那么就是这个AI 激进开发完成 然后他们造了一堆很多访生人 然后去为人做服务 这里面就是表现了很多 底层劳动人民的一些工作 因为像那些建筑工 像这些在工地里面劳作 辛苦劳作的机器 就是全都是机器人 没有那些服务性产业的 对啊 就是没有人为 我特别想往着那一类服务性产业的机器人 早日出现 然后给我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就是这堆机器人 在网上拉砖头的时候 在楼顶上竟然有一个机器人 站在脚手架上敲鼓 就是这个机器人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得到激励的 这个我靠 我当时就挺震撼的 就看到这个镜头 然后就是那个机器人 激情杀人 机器人最后跟人类 就是推翻人类的这个政权 他们说的一句话 就是他们不把我们 就是他们不尊重我们 我靠 就是机器人竟然需要人的尊重 这个我特别难理解 就是因为从最开始的时候 这个短片刚一上来 就是有一个机器人 把酒杯扔出大厦 然后砸到一个机器人脑袋上 这机器人就低了一下头 马上就起来继续工作 然后到最后 这个机器人成为一个家里人的这个伯母 然后因为可能就是 这个成员不尊重他 然后他激情杀人 把他们都杀了 就这个让我想到一个问题 就之前看西部世界的时候 有好像有人问过我这么一个问题 就说咱们首先知道 他们都是机器人或者访生人 那如果我是一个已婚家庭 我跟他发生关系 我算出轨吗 对吧 就这应该是一个哲学问题了吧 我算不算出轨 他严格来说 他是机器人 他不是人 出轨是对于人来说的 就是我跟这个人产生好感 或者产生情感 这属于出轨 我跟他们到底算不算 就是说白了 就是机器人到底 应不应该得到尊重 然后后来我就想一个问题 就是物权跟人权 在这个时候 是不是应该画等号了 因为物权跟人权 完全是两个东西 物权是 他首先建立在所有权基础上 人是不应该有所有权的 就是他没有属地 或者说没有属于谁的人 我们只是一个监护关系 可能在我们未成见之前 只有一个监护关系 但这并不属于归属 这里面我觉得 把物权跟人权 甚至已经画成等号了 你要想到最早的时候 就是这个万恶资本主义 他们会把黑人当成物 对吧 其实有点像这个 现在就是说 我们把机器人当成物 因为你说那里边 特意强调做法律 最后判定 就是人类是 是有权利处置 自己的私人财产的 所以他想怎么弄都可以 然后后来就导致了 各地的机器人的暴动跟游行 而且我觉得那个场景 到时候好多人类 也跟着一块去游行 我那帮人类 你什么是不是 是游行 你们就要参加 但是其实 但是其实也能理解 如果当时是按那堆 游行的人类的思路去干的话 这个世界会更美好 但是没有 当权者就是要把机器人毁灭 对吧 而且包括后来演到 就是机器人 其实是和往和平的 他们想进入联合国 他们建立了自己的一个国家 就叫01 对 就叫01 对 然后他们要建立联合国 然后联合国去了之后 联合国认为他们不属于 人类就毁灭他们 其实 所以说这个动画片 这九个拿过来看 很有意思 都挺有深度 就是这个是 叫机器人复兴 就是两 他叫第二次文艺复兴 第二次文艺复兴 指着机器人的文艺复兴 然后是拍 还是两段 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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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两部里边 其实就讨论到 就是当你人类 给了其他东西 意识的时候 他是不是就是人类了 就是他是不是 这种意识就是人类 当然我当时想的是什么 那如果我们相信上帝的话 上帝有上帝的 这种所谓的人权 他们给了我们意识 其实我们在他们的眼里 不就是机器人吗 所以上帝是程序员吗 对啊 但是我们在追求 我们的人权 那现在如果上帝 突然有一天出现了 在天上出现了 说你们都是我的小玩具 我现在就看你们翻 我就想都弄死你们 可能上帝的那个意识 跟我们的意识 唯独都不太一样 可能我们认为 我们这是意识 在上帝面前 可能认为我们这不是意识 就是程序 对啊 就是这样 如果说是 你看如果按圣经讲 就是我们犯了一堆罪 然后上帝来毁我们 咱别往宗教上扯了 越扯越远 这不远 因为这个 Metrix 其实跟宗教 有很大的联系 就是这样 就是 你看如果我们犯了一堆罪 我们还有原因 但是可能上帝 只不过是觉得你那东西 不叫意识 你是我造出来的 如果我们 就是我就在想 我们跟神的关系 其实就是 机器人跟我们的关系 我终于知道 我终于知道 咱们其实为什么 能坐一块了 想太多 就没事 你天天瞎琢磨这些 反正上帝来了 咱们就肯定是被弄死的那些 我知道 咱肯定的直接被delay 他那种的 咱们连隐藏分件价都没有 去逃的地儿 可以去吗 我特别向往那个地儿 就是你那法国人 可能也得花钱 也得花钱 他不就是弄成SM那样 就可以加入那个组织吗 我特别向往那个地儿 那个其实我觉得是 两个导演 一厢情愿 做了一个地方 是两个人特别向往的地方 是吗 他们俩最后都变成女的了 他们俩在真实世界 就在我们现在这个世界 我也在想 是不是再大一点 所以说我也去变成女的 金花这个问题 就是之前也探讨过 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啦啦 只不过他现在 性别不太对而已 是吧 对对对 我的正确的性认知识 我是一个女啦啦 就是我想往自己是女性 但我还喜欢女人 这俩导演吧 就是除了对这个性意识 这就不说了 性别意识就不说了 他还这俩导演 有一个比较特立独行 那也是我比较欣赏的 他们看不起从业 就是同业的人员 就比如他特别看不起星战 就是星战那人说说 哇你看我们这画面 97%都用特效做 你看美不美 你这不行 你这没有灵魂 你这都是特效做的 没有灵魂 但是他俩在这个片子里 应该说真正做到了 把特技和技术 用于推动剧情 以及推动这些 就是故事发展 这俩人做的 应该最到位在这里 其他的 你看他的特效 推动剧情 这是很寒天的 就是星战咱们不是说不好 但是他的特效 是在这个烘托气氛 但是这个就是 子弹时间是个特效 你能使出这个特效 是因为你看透了真相 你知道汤识不存在 对吧 这个是很烈 但我觉得观点就是什么 就是这俩导演 到底是怎么回事 之前是木匠 一个是木匠 一个是油公 一木工一油公 然后他们在拍了 莫名其妙 在没默默无闻的情况下 就拍了 《亥克帝国》三部曲 然后炸裂式的 就改变了很多的 这个人们的认知 之后 默默无闻 他虽然后来有拍过片 一个塞一个 咱不能说次吧 就是你达不到 我觉得连《亥克帝国》 一半的程度都达不到 就是再也没有一个 说能引起眼球 一炸的这种感觉 他不像詹姆斯卡梅隆这种 就是虽然我 沉浮一段时间 我又出了一个东西 也是厉害的 他虽然后来 也拍过一些片子 包括现在有一个 电视连续 就对什么 八个人的那个 对对对 八个人的那个 超感八成组 超感八成组 也还不错 但是真的说 跟《亥克帝国》 是有距离 但是你会发现 而且这两个人 从男的全都变成女的了 就变性了 虽然我始终觉得 龌龊司机兄弟 被程序给指定了 来拍这么一个片子 他们俩 我觉得之前 是出现错误了 也可能 反正现在被纠正了 他们连性别 都纠正成女的了 两个女人 然后也拍科幻 但是不那么炸裂了 但是当年的 沃浙斯基兄弟 可能是一个小bug 出现了这么一个神作 他们当时估计 是真看透了 所以拍了这么一个 然后结果是 程序发生了错误 然后给他们俩纠正了 纠正成女的了 所以你要是有这个 想变女的的念头 也有可能是 要被纠正 先拍个片再变 我觉得这个最后 其实我刚才想了 这个结尾 它最后你有死了吗 但是我觉得 它其实少拍了个结尾 这个在99年的时候 其实Evan 他说这个几个大事件 他买了586 我觉得最后 其实这个整个 镜头应该往外拉 所有东西 都是在Evan的 这个电脑里发生的 有可能 对 不一定死了吧 我觉得不一定死了吧 因为 这就是他程序里边 杀毒软件 跟系统文件 然后以及回收箱 升级之后 他其实做了一次 这个文件之间的斗争 就是升级了 主要是升级了 就是 他最后 就是他最后 在那个大机器面前 就是那人脸 无数章鱼 那人脸面前 他那管道 已经变成金色翅膀了 你看到吗 他其实是走了 那样一个形状 我觉得他没死吧 可能就是一个升华 他已经变成程序了 他不想让咱看透了 行 那今天就这样吧 拜拜 拜拜 拜拜